9月29日 约云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到 宝贝生日快乐永远爱你 因为约云鹏只发了一句话 并没有说清楚 到底这次又是谁生日 文案一出就引发网友的种种猜测 由于太熟悉小月月的套路 不少网友感叹 又是熟悉的祝福 熟悉的文案 也不管是谁的生日 粉丝们早就在评论区里认领了起来 有网友调侃道 谢谢老公的祝福 不变的文案 猜不到的宝贝 能不能别复制粘贴了啊月月 甚至有网友说道 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还有七天过生日 约云鹏在每年的9月29号 都会发表动态 还都是差不多的文案 一开始网友都以为是给自己老婆正敏发的 直到2018年时候 她说到转眼间你都七岁了 宝贝生日快乐 永远爱你 原来是给自己大女儿发的祝福 今年又是一样的文案 不少人表示小月月还挺专一的 有句话说得好 虎父无犬子 这句话放到德云社的月云鹏身上 也是非常合适的 只不过要改成虎父无犬女 月云鹏的两个女儿 小女儿还不懂事 但是大女儿小小年纪就情商很高 颇有月云鹏的风范 在生日当天 她跟月云鹏徒弟上小菊合影的一个细节 获得了网友的称赞 月云鹏的徒弟上小菊 说相声什么都好 可是有个最大的难言之隐 那就是身高还不到一米七 比月云鹏的另一个徒弟刘晓婷 足足矮了半个头 虽然上小菊是月云鹏的徒弟 月露一是月云鹏的女儿 按理说 上小菊跟月露一应该是平伴 但是那毕竟是理论上 现实中的上小菊还是月露一的长辈 而月云鹏的大女儿月露一 如今已经是婷婷玉丽的大姑娘 这个身高已经直逼上小菊了 如果月露一站直了跟上小菊合影 那估计俩人都快一般高了 上小菊面子上多少有点难看 情商高的月露一跟上小菊合影的时候 故意把自己的双腿弯曲 让自己看起来比实际身高矮了不少 这样就显得上小菊长得很高了 上小菊看到月露一这么做 也是心领神会 知道月云鹏的女儿 这是给自己留面子 所以特地发微博 感谢月露一没有站直 说妹妹生日快乐 我们见惯了生活中的熊孩子 到处惹祸让人烦 可是你看看月云鹏的女儿 不但继承了月云鹏的幽默细胞 也继承了月云鹏的情商 真是未来可期 2011年出生的露一 今年已经10岁了 这个名字是月云鹏师傅郭德纲取的 月露一如今这么优秀 归功于月云鹏的教育 她对子女的重视程度 丝毫不亚于相声 小月月不仅是一位好的相声演员 更是一位优秀的好父亲 祝小月月越来越可爱 也祝福一家人越来越好 祝福一家人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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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一家人越来越好